咦?宝贝的口水筋上怎么会有小颗粒的鸣乳块呢? 难道是消化不好吗?该怎么办才好呢? 肠道不只是消化器官,更是身体重要的防护力基础 因此肠道健康是宝宝健康成长的关键 如何让宝宝能充分吸收营养,避免肚子不舒服 是把比妈咪最重视的事情之一 把比妈咪都会想要为宝贝找寻更天然营养的奶粉 也常常会好奇,天然的全羊奶与牛奶到底有什么差别 哪一种对于消化吸收更好呢? 我们现在就要透过一个简单的实验 来揭开全羊奶与全牛奶的消化秘密 透过酸碱值与胃酸接近的食用处 来模拟凝乳形成的过程 所谓的凝乳是因为羊奶与牛奶皆富含蛋白质 喝进肚子里的蛋白质遇到胃酸 会形成固状的乳块 而观察凝乳的细致与否 其实就是它好不好消化吸收的关键之一哦 经过约20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明显看到羊奶的凝乳分布均匀 牛奶的凝乳结块较集中 我们将两杯凝乳倒出来观察后 可以更明显看出羊奶产生的凝乳 比较细致均匀较少结块 因此可以减少溢奶等不舒服的状况 宝宝的肚肚舒服喝得更开心健康 大家一定会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原因是牛奶与羊奶的结构组成不同 导致凝乳细致度不同 一般来说牛奶粉会需要透过添加乳清蛋白 或透过水解技术将蛋白分子切小的方式 来得到比较细致的凝乳 而羊奶的蛋白分子原本就比牛奶分子小 凝乳本质就比较均匀细致 因此不需要再经过其他加工处理 不但营养好吸收而且更天然 此外养奶的蛋白分子结构独特 有较多控性能让体内的消化酵素进入 轻松将蛋白质分解 更容易消化吸收 原来每次吐出来的奶奶 就是因为这个叫做凝乳的东西 最后给把比妈咪一个小建议 当在为宝贝挑选配方奶粉时 选择更营养天然 好消化吸收的配方奶粉 用健康的肠道 由内打造保护力 宝宝健康又舒服 把比妈咪也能够开心又放心 优优独特 nå 喜优独特 优独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